咋回事呢?为啥银河奥特曼在前前后后的战力差距这么大呢? 天下无敌的银河和天下无敌的维克利融合而成的天下无敌的银河维克利怎么就能吃上憋了呢? 神秘4奥级别的银河奥特曼怎么就能在融合了那么多奥特曼之后还是处于一个不如4奥的程度呢? 今天阿泽就带大家来看看银河奥特曼前后的战力差距以及这个差距造成的主要原因 还记得在银河奥特曼开始播出的时候 银河在自己为数不得的TV和番外中打的都是什么类型的敌人啊? 超级古兰特王黑暗迪迦黑暗路基埃尔黑暗炸鸡 而且除了一个和银河敌我同源的黑暗路基埃尔 其他几个根本没在银河面前翻起什么浪花啊 这合理吗?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的实例啊 黑暗路基埃尔是什么实例? 开局击败几乎所有的怪兽和奥特曼 大家下面都清楚啊 超级古兰特王 各位还记得奥特物语中那个单挑奥特六兄弟 并且还成功压制住的存在吗? 他叫古兰特王 是超级古兰特王的弱化体 弱化体都能单挑六个奥特曼而不弱下风 就算奥特六兄弟合成超级泰罗之后 也还能打得有来有回 最后扛不住宇宙奇迹光线这才死亡 而银河这边呢他被婆婆打死了 银河先当着他的面睡觉 然后醒了之后一个巴掌加一个光线 吐死了 然后是黑敌 黑敌是什么水兵 大家想必也都很清楚啊 虽然不是狄家的最强形态 但好歹是三千万年前统治地球的王者呀 关键官方还给出设定 银河中的火化任务是比本体实力要强的 狄家本尊呼应在了猎户座的侧合里 当初老子还是黑暗狄家的时候 四个人打败了那么多奥特曼 现在搁这给你过家家呢 最过分的就是翻外篇的黑暗扎基了 古兰特王好歹是输给了纠集奥 所以他们出来抄击古兰特王到底有没有纠集奥的水平 但黑暗扎基可是实打实的能正面压得住孤门兰奈的呀 而孤门兰奈又号称纠集奥守门员 那比他强的都是纠集水平 那黑暗扎基就是妥妥的纠集奥水平 所以输给银河也就意味着银河也是纠集奥 然后银河奥特曼本身的形态 根本没有出现在纠集奥的榜单上 现在我觉得银河为颗粒要不是因为是个融合奥 想要挤进去榜单我感觉都非常困难啊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银河在自己的TV结束之后吃别吃的可不少了 从银河S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防复自银河TV之后 除了银河S的第一集 银河奥特曼就再也没像之前那样C过 从银河S的第二集 银河不敌艾雷王 维克里前来就场开始 战局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不一样了 银河S整部作品银河奥特曼的战斗力 防复就直接成为了一个常规要 没有下战的过程 没有复合的解释 就这么硬生生的僵下来 不过在新加拿绝对剧场版出来之前 这一点要是非要强行解释 也还是能解释的通的 毕竟可以用一句这个世界观察的宇宙 外兽和宇宙人更加强大来解释 但一旦到了泰加的剧场版就开始离谱了 泰加剧场版 银河和威斯特曼两个人打一个赫尔布罗斯 都还要出点阶 不要合体之后才能干得过 啥啦 赫尔布罗斯都这么强了 比扎街和普兰特王都要强了是吧 我看泰加在第一次遇到赫尔布罗斯的时候 打他好像也没费什么力气吧 连形态都还没有着时间呢 就轻松让起干掉 除此之外 还有在奥特尼河格罗山中 我们的大鸡尾也是如此 真正是 联手罗布在塔尔塔乌斯手上区别 还不是一般的区别 是一点好都没讨到吧 大家也都知道 在后面的时候 塔尔塔乌斯常态下 并不是光辉队记赛罗的对手 但这个区别就很明显的说明了 鸡尾不如光辉队记赛罗 不仅不如差距还非常大 苏格里姆德暂就不说了 格里姆德毕竟是代表混争的邪神 固点盘量还是有的 鸡尾苏格里姆德不算救人 那么造成银河战力如此崩塌的原因是什么呢 说到底一个字 穷 在2013年远古因为孟比优斯的亏损 导致他们再次进入了无法存活下去的困境 于是乎残残壁成为了远古公司的老大哥 作为和老大哥合作的第一部作品 为了给这位老大哥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银河奥特曼在开拍时期 就是将其定义成神秘思奥之上的级别 毕竟在黑暗路杰埃尔的收藏里面 居然还有诺亚的柔 这意味着啥呀 黑暗路杰埃尔偷袭把诺亚也给搞了 所以和黑暗路杰埃尔本源的银河奥特曼 就是在神秘思奥之上的存在 不过有一说一样 在番外中 银河吊吹黑暗扎机的这段剧情 导演和编剧为此说到过 当初选择扎机作为反派 也算是个不明正的决定 其实官方对于银河战力崩这一点 也不是没有解释过 比如银河在设定中的数据 基本都是零到无限 而不是无限到无限 所以是存在着跌宕起伏的可能的 银河自己的TV中取的值比较大 其他地方出现的可能就比较小 当然了 这是官方自圆其说的说法 算是给众多的观众一个交代 而巧万因素就是 银河和银河S不是硬人拍的呀 所处的环境和目的也都是不一样的 银河奥特曼TV是阿布拍的 银河S是版本拍的 两者的想法根本不一样 阿布当初拍摄的时候 是奔着奥特曼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来拍的 所以把银河的战力设定的非常高 有多高呢 三四楼这么高了 反正就是压四奥了 但没想到呀 这个本来作为奥西大阶级拍摄的银河奥特曼 却意外的叫卖 直接让远古赚了个盆满泡满 突然有钱了 不用想着倒闭了 那还得接着拍下一步啊 但是呢 现在银河奥特曼的战力都已经这样了 那不是逮着谁都是秒杀吗 那其他奥特曼还有拍摄的必要吗 银河之后还能不能出场呢 如果要是出场的话 那肯定要给其他奥特曼一点排名的呀 于是乎 一把大砍刀就架在了银河的脖子上 银河的战力从原先的神似级别 直接砍成了常规奥 这已经不能算是腰斩了 而是直接从头发以下截肢 只留下头发的战斗力 而版本老贼呢 大家懂得都懂 这个货呢 给他一个编剧 他是啥都敢拍呀 为了给剧情服务 银河的战力也就一崩再崩 直到现在变成了如今这个境地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啥不同意见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补充 我们下期再见